我现在正站在蒙特拉国首都达卡街头 这个国家现在正在经历着过去几十年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热浪天气 当地气象部门官员表示 今年4月和5月 热浪分别席卷了蒙特拉国不同地区达24天和22天之久 进入6月虽然已经是季风雨季 但是热浪和高温仍在持续 月初由于持续的热浪 当地政府宣布关闭所有的公立小学4天之久 如今站在达卡街头 我还是能够感觉到非常强烈的闷热感 这种闷热给身体带来的不是 生成于阿拉伯海的比巴乔鱼飓风 一路朝东北方向前进 与当地时间的15日傍晚 登陆南亚次大陆西部地区的印度古籍拉特邦 登陆期间的飓风中心附近的风速达到了每秒27.8米 给当地造成了严重破坏 比巴乔鱼飓风也给巴基斯坦带来了一些影响 巴基斯坦南部信德省有关部门提前采取了各项措施 包括撤离位于沿海地区的约10万名居民 巴基斯坦的国家差役管理局在16日表示 比巴乔鱼飓风登陆地点距离巴基斯坦边境145公里 带来了风速80至90公里的大风天气 巴基斯坦气候变化部长拉赫曼表示 飓风登陆给信德省多地带来了强降雨天气 多个沿海地区被高涨的海水淹没 不过由于该省提前采取了预防措施 大多数的沿海居民已经被疏散至了安全区域 因此目前没有出现 飓风导致该国人员上亡的情况 巴气象部门表示尽管当前比巴乔鱼飓风 给巴基斯坦带来的影响已经大大减弱 但仍建议居民采取防护措施 并避免前往海边 以防恶劣的海况造成人身安全风险 远下加拿大进入了历史记录的山火季节 由于加拿大多地五月份平均的气温 比往年同期超出了10摄氏度甚至达到更高 而今年山火季从一开始火势就非常的猛烈 从东部的大西洋沿岸一直到西部的太平洋沿岸 气候不同的各省份同时发生严重山火灾情 这是极为罕见的情况 截止到目前为止 加拿大全国共爆发了2634起山火 过火面积540万公顷 已经超过近10年火灾最严重年份的2014年的全年水平 在全国范围内此起彼伏的大火已经烧毁了加拿大森林总面积的1% 所产生的烟雾威胁到了每家两国超过1亿人的健康 意大利北部5月中旬遭遇极端天气袭击 艾米利亚罗马尼亚大区遭遇强降雨并引发洪水和山体滑坡 至少13人遇难数十人失踪 一些发布在网上的视频画面显示 该大区多个城市的街道被洪水淹没 艾米利亚罗马尼亚大区当时拉响了有关极端天气的最高级别红色警报 超过10万名群众被疏散 意大利民防部表示该大区报告了至少280多起山体滑坡 关闭了200多条道路并有23条河流移出点 据估计该地区的损失达到数十亿欧元